画面上是基隆113年度原住民联合风年季 市长谢果良在民政处长张元祥 文化观光局长江廷梅 跟卫生局长张贤震的陪同下 亲自到场参加 受到原住民朋友的热烈欢迎与加油打气 市长谢果良强调 在原住民议员陈明健的建议争取下 是否努力配合做好各项市政工作 为基隆的原民朋友营造更好的生活环境 特别要跟大家报告 在我们陈明健议员的积极争取 以及民政处的权力配合之下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敬劳卡 从明年度开始 把我们的申请的年纪从65岁降到了55岁 这都是陈明健议员跟民政处一起努力的结果 我们今天给陈明健议员一个热烈的掌声 当然本组有积极配合 我们也在三个原住民的学童课后舞蹈班 争取开班 在文化会馆也争取了各项的设备整修 也增加了大家的团体相关保险 并且陈明健议员有跟我讨论 未来在这个场地希望争取更多的中央补助 以及地方的配合馆来改善这个地方 让大家有更好的设备 各位俗人朋友大家说好不好 好 热闹的封年祭活动也让各界感受到原住民文化丰富的传统底蕴 与原住民朋友永续传承传统祭典的精神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